再继续往下产生,比如009、010一直往下增加 那当然理论上你应该要能够向下拉的时候 应该能够自动产生 自动比如008、009、010自动全部产生才对 可是目前,当然我这边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刚刚同学遇到的状况是说 我刚刚讲的是要整栏选取 意思就是说把这边资料也许先删除掉 然后同学就重新做了,把整栏选取 不过会多很多空白 为什么多很多空白 因为你如果曾经里面放过资料 他会认为里面就是有资料了 他里面即便你怎么删都删不掉 所以怎么办呢 一般我的习惯是 如果你希望下拉清单里面 不要有一些多余的东西 我是建议啦,你就另外开一个新工作表把它贴过去 然后你定义的时候记得哦,我们刚刚是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选到这边为止 如果你以后再增加的话 他会怎么样 他就不会往下 你每次都要来维护很麻烦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就选整栏哦 而且是要一个干净的一个工作表 不要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不然的话会有很多空白 为什么我都做不出来 里面很多空白 原因里面有不干净的东西 是你看不到的 只是因为有些东西是真的你看不到啦 OK 那没有其他意思啦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另外开一个 然后一样重新定义之后 那你会发现哦 他一样啦 不过你会发现那个重新的 你可以把旧的编号先删除 从那个名称管理员里面先把它删掉 那他会自动 就是会参照的范围 就是会整个全部 但如果里面是空的 他就不会有空白哦 因为他是干净的哦 但如果里面有旧的 我建议你干脆重新开一个 再来键会比较方便 那也就是你会发现 现在我重新新增到11嘛 那这个时候呢 你切到前面这个下拉清单的话 他就会自动到11 而且底下不会有空白 有没有 OK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今天再增加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又再增加 我再向下拉一些假的好了 反正就再拉一些 14好了 那我再切过来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下拉清单呢 也会到14 有没有 哇那这样的话基本上 用起来就很方便 只要你另外一个地方有维护 有新增的 那另外地方就会出现了 而且不会有任何的干扰 那基本上这一种做法 其实就以前的资料库的做法 只是你把资料库的做法 放到以share里面 并且配合下拉清单 那这样的话两者搭配起来 其实基本上就可以不需要使用 以share 不需要使用一下ss 资料库那样也可以 达到你的预期的效果 OK 第1个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就是 全选拦选 OK 然后呢 一定要是全新的 这样OK 第1个 第2个同学问到最多 就下拉有关下拉清单的进阶用法 比如说你今天呢 我们现在的下拉清单只有一个 1对1啦 但是现在有什么呢 下拉清单有1对多的 比如说我希望呢 第1个下拉清单下拉的时候 这个下拉清单有一个下拉清单的项目 由 后面这个是因为前面这个的变动 而产生不同的下拉清单 我demo一下有个办法 比如说我现在是编号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后面这个清单呢 它里面出现就是编号 那如果说前面的是姓名的话 那这边就是一个姓名 有没有 应该可以知道 这个这个意思吧 而且这之前满多同学问的 怎么做 OK 然后他就Google 我也Google一下 我发现真的有人教 可是看完之后还不知道怎么做 为什么他用文字叙述放很多图 那 最后我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也就是说你可能需要的步骤 我大概把重点 讲一下 应该就会了 应该 因为用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 玩我做啦 你照做一定会做得出来 但是网路上一些文章 他可能就是用文字叙述太抽象 看完之后真的还是不会做 那关键的地方其实就是 应该可以懂这个吧 所以第一个你会需要 两个清单 所以你会需要两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 我先把上面这个编号到业务水准 横向选取 因为我的那个名称是横向的 所以我在横向选取之后的话 上面呢我把它输入两个字 叫项目 横向选取 OK 就是这几个 我希望把它变成我的一个 清单来源 横向的 刚刚是纵向的 不过现在是横向的 那输入的方式跟 就是建立名称的方式 跟刚刚不太一样 我是向右选取 在上面输入项目两个字 Enter一下 那这个范围就叫项目了 横向的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要一个清单这个部分的话 除了编号之外 姓名到业务水准这个范围 我还是要建立 因为它将来会根据 这个名称 去抓不同的来源 所以一样 除了编号之外 姓名到业务水准 请你做一件事情 从选取范围建立 一样是顶端列 帮我把姓名 总销量 名次跟业务水准 建四个名称 OK应该没问题吧 前面好像有讲过 按确定之后 不过我刚刚已经建立过了 所以这边的话会姓名 对应到下面这个范围 那当然你将来如果要做成活的话 就是整个蓝选取 我现在是没有 OK好 然后呢 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什么 一 在旁边练习 所以你可以找一个地方 这个叫下拉清单的项目 那项目部分的话 一样就是到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里面的话呢 我们一样先把它改成清单 来源就是项目 这个比较简单 前面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就是把项目放在那个下拉清单里面 关键的地方其实在这里 这个地方的来源 特别就是 它是根据它 它根据它 所以这边会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叫Indirect Indirect除了说呢 它可以指某一个储存格之外 它也可以指某一个名称 它会把那个名称的所有资料 帮你带过来 这个感觉跟那个Range 物件蛮像的 Range有没有 它可以指的是某一个储存格 也可以是指的某一个范围 Interest其实也有类似的功效 那我们来看 基本上清单的部分 我切到哪里的资料 一样是资料验证 然后呢 一样是把它改成清单 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请你记得来源 来源是根据前面那个储存格 所以前面那个储存格是K3 我这边是K3 你们自己在 如果位置不一样 你就调一下 那你记得来源要去把那个范围 把那个名称抓过来 放在清单里 你记得用Indirect OK 钱瓜糊 接下来的话 告诉他说 我的名称是在K3 所以我点一下K3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动态的 根据K3 有没有下拉清单里面的变化 比如说姓名 他就自动把那个名 刚好那个名称 有个名称叫姓名 他把那个名称整个里面的范围带过来 并且塞到这个清单里面 概念大概是这样 OK 后瓜糊一下 好了做完了 OK 其实如果你可以理解这个道理的话 所以他会把K3 比如说我们在名称定义里面会有个姓名 他就把这个姓名里面的名称指的是这个范围 OK 然后呢 帮你怎么样 帮你塞到这个 找到这个 帮你塞到这个来源里面 然后呢 自动就会在清单里面显示出来了 OK 关键就是这个啦 按确定之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下拉清单是编号的话 那他会是帮我抓什么 抓那个 抓那个 那个编号过来 不过我刚刚漏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刚好少打一个等号 有没有 OK 所以记得哦 这个很蛮常会遇到的 等号 等于啦 等于 INDIRECT OK 这边其实你会发来源 他也支援类似像我们前面讲过 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的公式 也就是这里面 他也可以利用那个公式的方式 可是那个公式通常会是检式函数 包含什么呢 INDIRECT INDEX OFFSET 其实都可以 OK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用那个公式的方式做 可以做出很多的效果 那这边只是把INDIRECT 放进来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编号你会发现 他就自动抓过来了 如果说我前面变动的话 这边变动 成姓名 后面会不会变动呢 也会 所以你会发现哦 如果把刚刚讲的东西 再串在一起的话 其实你工作里面很多会自动带资料 而且如果有更新也会自动更新 那用起来其实就会很顺手了啦 不过这可能一定要马上打铁要趁这 工作太多地方一定会用到啦 保证没有 这以前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用的啦 所以不会用的人怎么办 那就糟糕了 你可能就是土法链钢了 这是非常 我想询问度非常高的一些相关问题 所以趁这个机会顺便讲一下 那书里面是有讲啦 可是我发现书里面讲的都 拉里拉扎的 而且看完之后 你还是不知所云的比较多 所以 OK 请各位试一下 我们刚刚重点 一 如果你希望下拉清单 不要有那些空白 记得就是 你另外在开工作表 把资料倒过来 一个新的 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要下拉清单的话 先给个项目 然后呢 这个清单里面 关键的地方就是资料验证 这个下的公式 就是 等于 Indirect 把那个前面的名称给他 用点的就可以 点K3 这边点K3 那这边不要用字串 因为刚刚我讲过 有用到字串 可是如果这边用字串才固定 所以记得就是 去抓到那个 出唇歌里面的资料的名称 带过来之后 他就会动态的 去抓到那个 名称 把范围抓过来 就完成了 两重的 那当然 也蛮希望说以后 会不会你们的作业里面有没有类似的应用 当然就会非常好用 当然用VBA也可以写啦 不过我觉得有时候 如果他有内建功能 那你就内用内建功能 就不用写程式 因为不见得每个同学对写程式都很在行 好 试一下 请各位试一下就刚刚讲的 那个 清单 如果不需要 有新资料的话 所以你 metric 把它另外倒过去 第二个如果两重的 那个下拉清单 那这边的话 试一下 总销量 换一下 总销量 OK 两重的 当然未来还可以三重的 四重的 选一个 选两个 有没有 还蛮多地方是类似像这样 选一个 他会跳下一个 跳下一个 那这样的方便就是你以后 在做资料输入的时候 基本上都用下拉清单 就可以搞定所有一切了 这样应该会 让工作变得更有效率 然后